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5月21日 星期二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華資訊 先討論天文台的消息 據報繼續驟雨 何時才有機會見到陽光 另外據報 今個星期尾有機會有颱風伸承 若然各位網友去旅行 出發去兩個地方就要留意一下 另外極端天氣不斷貧身 最新港鐵有宣布 說到如果未來又遇到九號風球的時間 列車將會如何安排 大家知道去年試過 最大雨最大風的時間 大家滯留在車站 最新的安排如何 和各位一口氣整理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估計低壓槽持續影響 今天星期二有大驟雨 估計星期六才有望短暫重見天日 報導的內文看到 天文台預計今天5月21日 繼續有低壓槽影響轉南海北部和環南沿岸 帶來大驟雨和狂風雷暴 未來的九天天氣預測 仍然是一連九日多雲和有驟雨的天氣 只有星期六 5月25日日間會有短暫時間有陽光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據報今天也會有大驟雨 另外狂風雷暴 直到何時一直下雨 下到星期六才有望短暫看到陽光 各位網友這幾天要留意天氣 很有機會天天都要帶把傘在身 另一雙說說週末是否有颱風 據報美國全球預報系統 就預計這個艾雲利星期五就會生成 逐漸增強 並迫近日本和台灣 報導機內文看到天氣轉差 踏入5月尾將會有颱風生成 美國全球預報系統 和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最新預測 今個星期可能會生成今年第一個颱風 捱雲利 之後這個風會移向台灣和日本方向 計劃到日本或者台灣旅行的人 就要多加留意 不過目前為時尚早 天氣預測受到多項因素所影響 變化也很大 不同預測模式都只能夠當作參考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估計可能是今年第一個颱風 不過路向迫近日本和台灣 估計對本港造成的影響不大 各位旅遊記 若然有朋友 要出發去日本台灣旅行的話 就要多加留意 不知道星期五過後 這個風會不會真的出現 另外說到風球 亦都講講港鐵最新的公布 根據HK01的報導 在9號風球之下 露天段行駛當中的列車 將會盡量駛至終點站 或者商場站 車站同時變身避風站 當中屯馬線選了元朗站 而東鐵線就選了沙田站 報導機內文看到 上年10月颱風小犬集港 天文台在短時間內 就改掛9號風球 港鐵順積停駛露天段 包括機場鐵路 招致大批乘客滯漏 機場也逼爆 市民狼狽在暴雨當中 說回家裡又沒有車 停車安排備受爭議 政府公布多項應對極端天氣的措施 港鐵維持在9號風球下 停駛露天段 我允許在許可的情況下 駛至原定的終點站 或者駛到連接商場的車站 港鐵最新表示 9號風球之下 正於露天段行駛的列車 如果在屯馬線上的列車 就會停靠元朗站 如果在東鐵線上 就會停靠沙田站 等待乘客下車過後 就不再行駛 不過車站會保持開放 並向乘客提供物資 以供站備 另外列車在露天段 在安全的情況下 將會駛至終點站 例如 觀塘線的條項嶺站 至於機場鐵路 因為大部分路線都是露天 所以會全線停駛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導 港鐵最新公佈 加因去年就論盡 那次突然短時間內 改掛9號風球 即是小犬雜港那次 令到很多人滯留在車站 因為露天段暫停行駛 最新的安排就說 如果真的撞正行駛中的列車 剛剛撞正掛9號風球 他們會停靠連接商場的車站 屯馬線就會在元朗站 東鐵線就會在沙田站 讓各位網友知識一下 希望今年的天氣不要那麼壞 另外也講講其他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關Beyond皇家區的墓碑被毀 警方從案組接手調查 被捕的兩個人被控一項刑事委壞罪 今天提堂 報導的內容看到 樂隊Beyond以僱主陰皇家區的墳墓 在日前5月19日 被人用鐵錘刑事委壞和臨撥汽水 事件令一眾Beyond成員和歌迷震怒 均動傳承 警方經調查過後 以涉嫌刑事委壞拘捕兩名男子 到昨天警方表示高度重視案件 重案組接手調查 另外被捕兩人合共被控一項刑事委壞罪 案件會在今早官堂裁判法院提堂 據了解其中15歲被捕性良的光頭男子 是Youtuber光頭博 他曾經自稱患有自閉症 還有過度活躍症 不止一次惡搞先人的墳頭 曾經自稱好喜歡搞事 亦都不怕事 亦都說自己是社會的破壞者 往往為了引人注意 和增加自己的網絡片段流量 不惜做出種種令人不恥的破壞行為 另一個23歲被捕性業的男子 是瘋狂追星族 和超過100位大大小小的明星雜過油 又曾經是ViuTV的節目 表演高難度的翻滾 還有持槍的動作 有幕後人員向星島頭條透露 這位聖業的男子自從兩三年前 已經積極應徵參演電影 或者電視劇Kerner Fair的小角色 甚至不惜參加大量的功夫訓練班 目的都只是為了追星 在圈內早以廣為流傳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兩個男子今天提堂 暫時未有準一部消息 光頭那個是最令人發指的 他是主謀 另外特別喜歡搞事 現在也不知道是否求仁得仁 未知事件最新接著的發展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小紅書女子清晨搭港鐵上班 感到眼睡想睡覺 遭到暫立的大媽撞醒 下車前一招反擊絕了 報道的男人提到 事主在小紅書椅 我在地鐵故意不讓座為提發貼文 說有一天早上如常搭港鐵上班 就說很累準備睡一會 但旁邊有一個大媽站著 對方的背囊是隨著列車煌動 一直打中事主的頭部 令到他無法睡覺 事主因而提醒大媽 但對方惡行惡素 沒有移開背囊 即將下車之際 事主觀察四周 大媽距離她的座位最近 換言之只要事主離開座位下車 大媽就可以立即爆位 所以事主輕拍附近一個小男孩 希望他幫忙叫旁邊一個站著的叔叔 然後示意叔叔過來 事主先起床讓座讓叔叔坐下 大媽看到事主讓座讓其他人 於是路瞪著事主 事主隨即表示 瞪著我都沒用的 站著你大媽 然後施施然下車 網友大讚真是笑死我 亦都說很爽 你這樣做是故意讓位給叔叔做得好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雖然是一個小片段 不過寫上網過後 亦都牽來網友的回應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 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